歡迎莫里森眾議員來到臺灣 我要感謝莫里森眾議員長期以來對臺灣的重視和支持 首次訪台 也選在國慶日的時候親自送上祝福 在 2020 年莫里森眾議員擔任澳洲總理期間 澳美部長及諮商會議發表了聯合聲明 當中提及台海情勢 自此之後 澳洲跟各國高層會議後的聲明 都經常重申台海穩定的重要性 上個月我也在總統府和來自澳洲國會議員見面 這些礦黨派的議員都認同 澳洲和臺灣共同的目標 就是守護穩定、永續與繁榮的印太地區 對於來自澳洲國會和政府的支持 我也要代表臺灣人民表達誠摯的感謝 臺灣和澳洲在經貿領域高度互補 去年雙邊貿易額也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在能源、礦產、農業以及生物科技 都有密切的合作 我們期待臺灣和澳洲能夠在既有的基礎上 持續擴大各項合作 為雙方開創更豐富的商機 臺灣也會和澳洲以及其他理念相親的民主國家 持續加強國防安全合作 共同維護區域的自由及繁榮 在這裡 我要請莫維生中醫院在澳洲國會扮演關鍵的力量 繼續支持臺灣 我們也非常期待莫維生中醫院在明天玉山論壇上的演說 促進更多的交流 那麼 我要在這裡祝福莫維生館議員行程圓滿順利 Thank you 謝謝